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hart.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标题和图例 咱们已经基本上在网络中 画出了咱们的线图以及数据 今天咱们就定制一下 这个图形的 或者说这个图表的标题和图例 该怎么做呢 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量 就两个 一个设置图表的标题 另外一个设置图表的图例 好咱们做 马上看代码 看咱们今天代码之前 咱们先运行一下例子 看看咱们到现在为止 咱们的图表显示出来什么样子 马上开始 Go 今天咱们是第六课 咱们现在的图表是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样子 我把它缩小一点 就这个样子 这个就叫做图例 但标题我还没有显示 一会我会把它显示出来 其他内容和咱们上期一样 没有任何的变化 OK 那咱们一点点的加 这个是咱们当前的代码 大家请看 Option里面没有任何内容 今天咱们主要攻一下 Option 怎么攻 首先在这个里面 我先加上咱们上期 讲过的外轴坐标 以及咱们的标题 标题栏 看一下效果 加过来 然后整一下行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运行一下 Go 请看 标题出来了 没有问题 外轴我也做了简单的定制 然后标题栏 咱们先做它 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改写 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地方 Position Top 它在上面 对吧 比如说 有的公司说 我的Position不想在Top 我想不想在Bottom 在下面 该怎么做 就改一下Position就完了 刷新 大家请看 跑到下面来了 接下来 Left Right 也都是可以的 看一下 刷新 跑到左边来了 咱们再来一个 Right 您看我的视频 一定要目不转近 否则的话 时间就过去了 时间就过去了 大家请看 又跑右边去了 对不对 咱们能够简单的定制 咱们的标题 接下来 到重头戏 什么重头戏 Legend 图例 该怎么做 拿过来 其实也是一样 没什么重头 拿过来试一试 放到Title下面 整一下行 OK 然后运行 咱们图例现在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 咱们图例现在在上面 对不对 好 我现在把它变成 Right 这个地方 Right 看一下效果 Go 没问题吧 图例过来 然后咱们把咱们的标题 还恢复到上面去 因为一般咱们这个标题 都放到上面 对不对 不过跟着公司不同 可能还真的就不一样 然后这个图例 跑到了右边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比如说 咱们再把它跑到左边 Left 都是可以的 OK 没有问题吧 这个是看您的方便 接下来 咱们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 当我用F5刷新页面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两条线 它是动态 有个动画效果的增加 对不对 那这个动态效果 其实是能够定制的 怎么定制 是在下面 Animation的地方 我把它考虑过来 我把它定制成 什么 一秒钟 然后是 Easy Out Start 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有很多 有兴趣朋友 可以看一下文档 好 咱们先看看这个效果 Go 一秒钟 出来了吧 这地方比如说 我把它改成零 零什么效果 不要动画 对不对 看一下 来看 我现在NF5刷新 还是我这样刷新 大家请看 有没有任何的动画效果了吗 对不对 OK 咱们再切换回来 然后咱们再换一个别的属性 比如说咱们换这个 Inbounce Inbounce什么意思 弹跳 蹦蹦蹦 弹跳 对不对 好 咱们看看它怎么弹 一秒钟 试一下 Go 看它没有 再来一遍 没感觉太快了 再来一遍 这就是这个效果 它有很多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 我感觉其实没什么用 一般来说 咱们公司来讲 设成咱们这个最处置化的 Ease Out 应该就够了 显示出来 尤其是您在做这个PPT 给客户显示的时候 稍微有动画效果 有种这个振奋人心的感觉 是这样 不过一般来说 实用的话 咱们企业内部做工具开发 一般都说到零 对不对 咱们不要什么动态效果 这种花脸胡哨功能 咱们不需要 OK 今天就是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设定图例的和标题 包括一些个小小动画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推荐给您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优酷 还有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